研究民族交易法修正草案第五场公定会 9号在花莲社福馆举行 教育部表示在师资培育方面 会特别强化在地养成足以认证 也希望听听族人的看法 在师资的部分 我们这次会特别强化在地养成 还有足以认证的这个部分 但是足以认证的这部分 我们有列加以案 我们也听听大家的意见 而负责举办这一系列 公听会的东华大学表示 经过前面几场公听会 发现与会者大部分聚焦在 师资培育及民族教育体系的设置上 这次讨论同样也不例外 未来这部法令如果通过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原住民族学校 包括到原住民族大学 那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体系 那其实与会者 其实仍然有部分的人是感觉到 有点这个犹豫不决 那有的人是这个非常的高兴 未来的发展方向 有没有把这个自治区的考量 那个未来性未知的自治区 这样的概念 有没有纳入在这个阶段 我对民族学校赞成 但是我会想要去了解里面的内容 还有他的他怎么去执行 比较细致的部分 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公厅会 从6月2号到15号 分为北中南东 共8个场次 希望广纳各界意见 而教育部也预计在今年8月 将原住民族教育法修正草案 送交行政院审查 也是新闻 感谢马亚华里士采访报导